昨天晚上下一點雪 難怪今天早上超冷的 我走了你動了 太過分了 今天的訓練方式有那麼一點點特別 先是3x3的硬距 再是3x3的握推 再來沒有3x3的深蹲 對那種類似的 剩下的就是一些普通的Push的訓練 這邊呢就先做兩組的熱身 3x3重量我用最大重量92%的重量 硬距的話是160公斤 握推的話是80 握推的話因為我稍微高一點點我用90的 可是最後一組的第三下有一點點的不行 好不管 這邊兩組熱身 我不打算用助力帶 想試試看 想稍微訓練一下我的握力 我覺得以後應該 蠻需要他的 為什麼呢 不知道 感覺蠻需要他的 我最近會適當的開始訓練一下我的握力 然後接下來是第一組的 第一組的160公斤 硬拉3x3 其實前幾天我的狀態都很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前幾天我練了一次腿 感覺 就好像我第一次練腿一樣 全身都發抖發抖不行 狀態實在很差 所以想說昨天休息了一天 今天希望狀態很好 希望狀態好 結果呢狀態也是非常好 非常棒 對你看 160公斤拉起來 很重 對 可是感覺非常好 三下 沒有拉到力竭什麼的 然後我有記得吐氣 有記得呼吸 其實我叫我旁邊朋友在旁邊跟我講說 記得呼吸呼吸 下個畫面呢我換了一個角度 只有我朋友就披露到他這邊 我跟他講說 走開 好他走開了 放側邊拍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我想去看看我的背有沒有直 主要是下背 因為上背的話其實會有點彎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要把手臂往前一點點去夾進你的 擴背還是背擴肌 這樣子才能去鎖住你的 怎麼講 繃緊你的力量 你的肌肉 但是下背一定要注意到挺好 不能有那種彎彎的 所以我非常注意這點 因為重量比較重 160公斤 我以前 100 以前沒那麼重 對 好現在感覺 其實動作蠻順的 只是也蠻OK的 出乎意料的好啊 今天實在是個beautiful day 是不是 好偶爾 好 你這三下喔 對 盡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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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看才發現 原來我硬舉一練完 他的音樂也剛好停下來 今天這麼配合我實在是有點害羞啊 好 好 硬舉結束之後呢 現在是三乘三的臥推 對 我一樣是先 我朋友今天也是練 他也是練 他也是練胸 所以呢我就一起 我先拿他的重量做一下暖身 大概一兩組 其實我最大重量的臥推是95公斤 所以 92%應該是87.5 其實是87.4 但是我們劍士房哪來的那種1公斤 或1.2公斤 1.5公斤 的槓鈴片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 那就40-90公斤 然後 我就 以防萬一讓我朋友在旁邊稍微 在外面看我一下 對 對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有點勉強 不過呢還是繼續用這個90公斤的 因為至少推起來真下了 而且第三下也沒有非常的 就是 吃力 有點勉強還是沒有吃力 對 是這樣講嗎 國文真的不好不好意思 好 我好像已經強調很多邊我國文不好 對啊 國文 學測國文被當 學測國文才 連標都沒有 你們知道什麼 學測你們知道 知道就好 學測國文連標都沒有 誇張欸 欸 其實會講中文就好對不對 多好 好我現在是第二組 我其實後面 這三組呢我都讓朋友幫我後面看著 因為 其實有點不確定 不過 第一組跟第二組看起來其實非常的順利 喔這有點勉強 不過還是上來了 對非常好 總之我嚴重的懷疑我第三組的第三下 到底能不能推起來 其實非常懷疑我自己 對 總之 告訴你們 我算推起來 可是又不算推起來 反正我第三下 卡在中間 我朋友他手伸過來 他說沒有用力 反正我第三下 在中間大概停頓了兩秒鐘 我腦海中是兩秒鐘還是三秒鐘的 然後起來之後呢 他手伸過來了 但是他說他沒有用力 我他 我是不知道啊 不過呢 都發生了 就這樣吧 反正最後一組了 這裡我也要說 如果你想真正的自己 靠自己訓練到那個部位 或是真正的是 靠自己全部的力量的話 但是你又怕危險 找人過來輔助 找人過來保護一下 你在做你動作之前 最好是先跟他講清楚 除非我要死了 除非我要跟你求救了 不要碰 OK 雖然有時候我就想講了 那人還是會碰 結果為什麼呢 那麼想碰 回家自己碰 對不對 嗯 接下來我做了四組的 暫停我腿 對 我就大概停到我最薄弱的那個點 停住停三秒 中間憋住那口氣 憋住 然後再三秒之後 盡量最快速度爆發力推起來 我說盡量 因為其實 那時候沒辦法推那麼快 對 可是你低下很快 到第四組時候 最後那一下真的是滿慢的 其實這些暫停的動作呢 可以非常好的訓練 以及加強你那些動作 軌跡中最薄弱的那個部位 你們 說不定你們沒有那麼高 或者你們更高一點 或者是你們停的位置 比我更低一點 就看你哪個 你做一些大重量的時候 哪個部位 停了最久 你就把它停在那邊 然後停著 你可以兩秒三秒再推起來 剩下就是一些Push Day的慣例動作 我真的感覺今天狀態非常好 時間 其實今天訓練有一點點久 不過 還是算合理到為內 對應該是合理到為內 我猜吧 反正就大概三四組的 這叫什麼 上斜 摩推 大約六到八下 對然後結束之後呢 就是換 推肩 其實我朋友看到我做站姿的槓鈴推肩 他說 哇賽你站著 你這樣腰不會受傷嗎 然後呢 他就馬上的走過來 摸摸我的腰 你有沒有看到 對他走過來 摸摸我的腰 其實我不知道他的姿勢還是摸 用意是什麼 他怕我受傷還是什麼 其實你如果你的姿勢對 你會 你會那個吸 呼吸吸氣 會去鼓起你的 核心那個部位 撐住你核心那個部位 其實一般來說 你不要人往後仰成那樣子 你的腰沒有事 你的下背 不會有事 對他很安全 最後兩個動作就是 雅鈴側平舉 四組 大概十下左右 再來就是那個叫什麼 繩索 三頭 三頭肌的 屈臂聲 還是叫什麼 繩索下拉對 反正就是這個動作 然後 這樣子 這也是四組 八下到十下 好今天訓練就這麼結束了 謝謝你們收看 那我們 下次見 掰掰